- 银行端的服务含瓜的哪一些面向 或是这个版图我们跨足了哪些区域 有风金控其实在目前整个全球总共有21家子公司 所以是非常庞大的一个金控体 目前我们的规模大概也是到了2.4兆 那我常常会跟我们的新鲜人讲一句话 就是说你看到这么大的企业体 那我们有很多的新鲜人加入 包含MA等等的 那我们总是希望说 透过我们自己内部的养成培养 未来20年25年之后 会不会你成为我们这些事业体的一个高阶主管 甚至总经理 如果你有机会成为我们有风金控的总经理 你要管几家子公司 你要管21家公司 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组织 当然本身 当然下面会有其他的总经理会帮你管 可是你就是要运得这么大 所以我都给我们的新鲜人很大的一个愿意 就是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培育我们自己的人产 成为未来我们重要的一个主管的level 所以就整个金控来讲的话 底下有21家子公司跟送公司 那当然最主要的子公司就是银行跟证券 为什么特别这样讲 因为我想线上的同学啊 可能有些人对银行有兴趣 就是所谓的间接金融 可是有些人可能对资本市场有兴趣 就是有兴趣就在证券这个领域 所以基本上金控有兴趣 跟其他的银行其他金控比较不一样 其实我们金控是双引擎 银行跟证券相较于有些金控 他可能是以保险为主体 有些是以证券为主体 但是就我们金控就是以银行跟证券 这样子的领域为主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的框架 那我们可以从下一张看一下 我们那个资产规模 整个永风金控现代的一个规模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好像跑掉了 这个画面好像跑掉了 他那个颜色 不过没关系 我就简单讲 整个一个金控 我们现在的规模 现在已经来到2.4兆 那很重要就是以永风的获利来讲 我特别想到以获利来讲 我们每年都是呈现至少十位数的成长 那如果就银行 很棒一点就是银行 我们到目前的一到六月的成长 这所有金控银行里面 不管是获利 或者是整个百分比 成长的速度是最快的 有一半就是做企业金融 就是它同边可能就是 巴马的企业金融 就是法人金融企业金融 那另外一半就是属于 个人金融的范畴 就是我的身份证实码 所以如果要硬要这样切的话 可以有打进跟个人金融 那我这边我就跟大家分享 当初我进到银行 我是怎么选 我是怎么选 我2002年那时候进到银行 他们是让我们去选的 就是我录取进来之后 其实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就是录取这家银行的样子 要做什么不晓得 那我们是经过训练之后 去让我去选钱资源之后 你自己想要往哪个地方 那因为以前刚毕业 总会觉得 好像我听到都是打人进 去做企业放团等等的 所以一开始进来 我也觉得 我就要往企业金融那边去不要找 可是后来经过训练之后 我开始很讲 我自己的个性 然后再加上未来的趋势 我就看到 现在市场上很多的银行的CEO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 发起了管国令 他们都是 不是个人金融这个领域出生的 那再加上我自己的个性 所以后来我就改变了志向 在训练节训的时候 我就跟我们人资讲 我希望我未来要往个人金融这边去发展 所以我并不是HR本身出生的 我也是从营业单位 从业务单位 我也做过柜员 我在柜员那边 大概一阵子我也会展操 一叠操漂亮 我可以把它打得很漂亮 好像一个弹子一样 然后算得很快 然后计算力 可以按 可以眼睛闭起来 然后直接按就按就按很快 这都是我们传统 银行有很重要的一个技能 所以我那时候也在柜员 柜台我也做过一阵子 然后后来我就做放款 开始做房贷的业务 房贷的业务 那时候整个全台湾的房贷 那个房市开始在起飞 不好意思 小弟我那时候也是因为做房贷 所以对不动产市场的了解 所以也赚了一些钱 自己有买过一些房子 赚了一些钱的样子 那后来就是 在整个个人金融之后 后来也有做过合并的一些案子 就是诟病的案子 后来有机会 因为整个银行规模越来越大 那时候可能就看我HR 蛮耐操的 所以不知道跳来人质这样子 所以就开启了我在HR这个领域 所以如果从另外一边谈的 就是个人金融 那也许你会说 那到底我要选择什么 其实我觉得还是看 你自己的个性 跟你自己的特质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比较 个性是比较活泼的 而且比较喜欢与人接触 我会建议说 你就是往个人金融 尤其是现在很夯的 就是财富关于这一块 没有错财富关于这一块 你要做财富关于要做领专 可能压力会有点压力 可是财富金融这边 如果你真的做得好的话 你所有上课 所有你在上班的时候 你永远都是在看什么东西 你永远都是在看 全球的一些金融的脉动 全球的股市也好 机器也好 比如说在你的脑袋中 你对这一块的掌握度 就会非常的熟悉 所以很多人 他们想要做财富关于 想要做领专 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投资 对这个金融的一个发展 就非常的有兴趣 我常常讲做领财专业 真的就是你唯一一个功夫 就是你永远在看 在研究整个全球的金融 你在研究这件事情 你还可以上班 你还可以赚钱 这是一个 另外如果你本身对财款 有兴趣的话 当然你就可以做房贷 或信贷 等等这一块 当然它背后也有很多 是属于PM等等的 所以这就是看你自己的属性 假设你自己本身个性 是对财务金融的分析 或是交易有兴趣 然后本身个性可能比较沉稳 你可能要面对 都是公司的财务长 或是财务人员 那可能就在企业金融这一块 所以这两块都有它 很棒的地方 完全就是看你自己的个性 跟你自己的特质 和你的属性 那就我自己来讲 我自己当初 就是从retail这一块上来的 我们的工作环境 整个数位金融的工作环境 其实我们就希望 比美Google这样的一个办公室 我们可以再继续下一张 没关系 整个环境 包含饮食 包含整个一个工作的一个舒适 包含团队 其实都是朝向一个非常年轻 然后有创立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我们看下一张 你就可以往下按 没关系 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图片 这个就是都是我们的团队 那在整个数位金融 我们上一张 整个数位金融 其实就好像讲到 其实人才很多 很多年轻人 然后颜值什么也都很高 年轻活力创意 就是我们要的一个人才 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部门 数位零售金融 我们看下一张 好 零售金融刚刚刚讲了 它负责的就是 信用卡 房贷 产品金融 AI等等的 那过去呢 我们过去的零售金融 大概是看到了左手边 就是比较传统的信用卡 或零用商品 所以要的人才 可能就是好像就是这样的人才 可是零售金融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 你要看到我们右边 我们现在也在经营场景 场景金融 然后同时我们也很需要很多 比如说IT数位还有数据 等等这方面的人才 到这个零售金融 我特别要强调 这些人他不是到资讯处 而是在我们零售金融这个领域 零售金融这个领域 所以呢这个零售金融要的人才 要有传统的金融能源 这个很重要 所以像我会计系出身的 或是我财经性背景的出身 我们银行还是很需要这样的人 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背景 比如说你是资讯 或者是随便吃 对真的是随便吃 然后如果吃不 因为有人在问 随便吃 如果吃不够的话 处长副处长他们都会不断 把它补到满 这个就是 所以他们常常的抱怨 越来越胖了这样 那会有职灾 像我们自己的会议室也是一样 我们的零售也都放在那边 然后随时都要补到满 永丰银行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人才特局 以及人才未来的发展性 那我这边谈 我想其实传统的金融人员 不是不重要 那个还是很需要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相信在座的现场 有很多 他可能是非相关科系 甚至你对一些 可能是像有些人 可能他是学设计的 这个我们在数学金融也很重要 像我们的大货的那张卡片 那张卡片 我们也获得了 好像是德国的红点的设计 最棒或是最有质感 所以我们现在金融产品的设计 很需要这种 以顾客为中心 我们要了解顾客的导向 顾客的属性 否则哪个等等 所以传统的气管 或者这方面研究 我们都很需要 那除了这个主要 包含你现在看到的画面上 包含像AI工程师 或者是资讯的人员 哇这个更是缺的不得了 所以我现在常常讲 我们金融业现在 真的是在跟科技人才 科技业抢人产 我们看下一张 尤其我在2020年 那时候我们推出了 这个叫Turing Plan Turing计划 那时候我们推出这个计划 我就正式的 我不只是跟科技人 科技业抢人产 我还要跟联发科 跟台积抢人产 那可能在座可能会觉得 怎么可能 联发科 对不对 工作三年 工作进来就200万年薪 等等这样子 的确我们可能 没有办法那么多 但是我们提供的 就像你刚才看到 我们给它更好的一个环境 还有更软性的一些舒适的空间 再来就是工作的时间 不需要爆肝 像我们Turing团队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都在做研究 AI这方面的一些工程 我们常常讲 我们就是技术为王 人才为王 跟他们的工作环境 都是我们很重视的 像他们平常上班时间 8点45 下班时间大概6点 大概就走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在工作上面是有效率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科技业 很大的不一样 我们就比如说在工作上面 我们打造的就是一个 把研究室的 他们以前研究室的环境 把它放进来 然后到这边 他们一样这些科技的人才 一样都是穿牛仔裤 穿T恤 在这边上班 所以就是很久 而且我最重要是 这群人是由我们数位科技长 一个非常年轻的科技长 大概41岁 这边来领训 然后最重要是他希望他 一天 一个礼拜五天 他们可以有20%的时间 是可以做他们自己 想要做的研究 不是说20%的时间 让他们自己去玩 不是 是他们自己想要做什么研究 他们可以自己去发想 这个都是实际上 就是在我们T恤 这个团队里面所发生的 那他们就是在研究AI 来支应整个金控机团 最需要的AI的一个技术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所以这是从IT的角度 那当然如果你问我说 MMA或者是新人需要什么样的特质 我这边大概列了四个 那当然不好意思 这个也不是我列的 这是我们几年前 我们的MMA 他们自己把它列出来的 那我这边也要跟各位讲 就如果你真的进到金融业 你想要表现得好 或者是本身你自己在金融业 真的你有这样的特质 你在这边会过得更好 积极主动 自信热情 还有在金融业 可能你常常会需要沟通 那我也坦白讲 我刚开始进金融业的时候 我也不太会讲话 我也不太会讲话 我每次要上台或什么 我就觉得很烦 就是哇还要上台报告 什么真的很烦 那以前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看新闻 好都要看新闻 然后看了新闻之后 可能今天轮到我 我就要上台 跟我们所有顾问的人去分享 今天新闻发生的是什么 经济产业讯息 还有什么金融脉动 我要跟大家报告 你知道我每次都要5点 就要起来准备 因为我们报告不能看稿 我们就是要把它自己消耗起来 5点就要起来准备 为了就是有一个完美的呈现 我们就是这样的训练 那现在训练到现在 我只要看标题 说真的我看标题 然后内容稍微瞄一下 我东西放了 我就可以谈谈而谈的 去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新闻讲的是什么 内容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很棒 这就是我想要的金融社 我想要的金融专业 在这边 你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如果男生你来面试 你就是穿西装 为什么 因为你穿起西装 你就要有更大的一个自信 但是很多人 我觉得他们穿起西装来 很多都不是很得体 所以我这边 大家简单的 花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这边稍微分享 如果你要穿西装 记得就是 你在走路的时候 你的扣子 第一个扣子 如果是两排扣的话 你的第一个扣子 一定要扣 那领带要把它打好打定位 然后最重要是你穿的长裤 西装的长裤 最好是不要有什么九分裤 或者是七分裤 就是真的是贴起你的皮鞋 最重要是你的袜子 是要深色的袜子 然后整个服装 在面试的时候 你就可以充分展现出你的自信 那女孩子就像你这边看到的 最好可以有个淡装 然后套装裙子 裤子什么都可以 给人家有个自信专业 这样子的感觉 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下一张 下一张呢 其实这也是我们收敛的 我们招募团队收敛 哇新铅人常常会问的 很多的问题 如果银行是不是三点半下班 然后不是 银行我们的表定时间 就是五点四十五分下班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柜台 没有说你今天假如成为柜台 三点半铁门拉下来 那后面还会有大概 一个小时的结账的动作 一个到一个半小时的结账的动作 那结账完之后呢 可能内部还会做一些教育训练等等 所以我们通常大概就是六点左右 银行大概就下班 所以下班时间大概是这样 那绝对惠客室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看完这支影片 如果你喜欢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 给你的朋友圈 让更多人看到 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更好影片的动力哦